第四百五十一集 我希望教官能帮我照顾他们几天 就几天 教官放心 杀戮之地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人是我的女儿 哪怕知道了恐怕也死在教官的手中 几天之后我把一切事情安顿下来 就请那位朋友派人来接他们 夜晨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温立峰 有些犹豫 这几天他还有事情要做 如果加上那两人只会更麻烦 但是一想到那邪物 此物给了他极大的机缘 这份恩情哪怕今日救了他们也远远还不上 温立峰似乎看出了夜晨的犹豫 连忙解释道 教官 我这两个女儿虽然实力不强 但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 当然如果实在麻烦 我只能带他们一同离开了 不给教官添麻烦 夜晨看了一眼姐妹花 还是点点头道 罢了 这几天就让他们跟着我吧 到时候我找个酒店住下 会在房间里布置阵法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绝对不能离开阵法范围 一旦违背 后果自负 文立峰心中一喜 连忙道 教官放心 起来吧 准备一下 趁那些家伙还没反应过来 我们必须赶快离开 夜晨吩咐道 是 教官 温立峰向着温师师和温婷婷走去 更是将两人叫入了一个房间 爸 我们什么时候去尼叔叔那里 温婷婷道 温立峰神色严肃 一字一句道 接下来的话 你们两姐妹听好 不允许有任何的反驳 第一 这次你们两人暂时留在杀戮之地 尼叔叔那边 我需要去探一探 对方不一定愿意得罪那些势力 第二 这几天你们暂时和教官待在一起 我说的待在一起 最好是寸步不离 温婷婷脸色微变 虽然想反驳 但是看到父亲严肃的眼神 还是把一些话咽了下去 单纯的温师师 却是眼眸闪烁着一道流光问道 爸 你说的寸步不离 包括晚上吗 温立峰点点头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们俩是我的女儿 我只会为你们好 不管如何 你们试着接触一下教官吧 教官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一道和五道双修之人 区区的超凡镜 就能碾压圣王镜巅峰的人 这种人今后的成就绝不一般 如果能把握 你们一辈子或许不用颠沛流离了 有些东西你们明白 当初你们母亲应该教过你们 如何把握一个男人 一旦攀附上这种强者 一生足以无忧 温师师脸颊爬上了红霞 他自然知道父亲的意思 一想到那个画面 他甚至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温婷婷虽然不喜欢父亲的行为 但是成熟的他也明白 父亲说的没有错 叶辰的强大 远没有那么简单 如此人中龙凤 哪个姑娘不心仪呢 十五分钟之后 温立峰带上一些行囊直接离开 而叶辰看了一眼 两姐妹淡淡道 走吧 我们去北面找一家客栈或者酒店吧 嗯 两人脸颊有些飞红 看得叶辰有些诧异 叶辰也没有多想直接带着两姐妹来到靠近洪涛豪宅的一处酒店落脚 杀戮之地的酒店不需要出使什么身份 只要钱足够就行 为了方便 叶辰直接开了一间套房 位置在顶楼 正好可以查看那建筑中的一些事情 因为只有一张床 叶辰便对二女道 这两天你们就睡床上吧 我在沙发上修炼就够了 二女想要拒绝 但是看到叶辰那肯定的眼神还是放弃了 叶已深 两人轮流去了浴室洗澡 等走出来的时候更是裹着浴巾 头发湿漉漉的 浴巾也无法掩盖两人绝妙的身材 二女坐在床上 看了一眼正在修炼的叶辰 无奈地摇摇头 母亲不是说只要洗完澡 裹上浴袍 再加上湿漉漉的头发 任何男人都把持不住吗 但是至始至终 为什么叶辰没有看他们一眼呢 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冷酷的男人 妹妹温诗诗脸蛋红红的 她性格保守 让她去勾引叶辰 她是真的做不到 哪怕她对叶辰有着很强的好感 但是始终迈不出这一步 而此刻修炼的叶辰 似乎感觉到房间的气氛有些古怪 睁开眼眸 扫了一眼两姐妹 鼻尖有些火热 因为姿势的缘故 叶辰正好可以看见 对面二女有些敞开的浴巾下 那半遮半眼的美感 修长的大腿就这样悬在床沿 恰到好处的风鸾 一半盖住让人浮想连篇 关键是两个美女啊 你们还不睡吗 叶辰开口道 温婷婷这才缓过神来 好 叶先生 我们马上就睡 那个 叶先生 这床足够大 要不你也睡进来 他眨着长长的睫毛 声音甚至有些颤抖 叶先生不要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因为这床下有灵气溢出 应该是定制的 对修炼大有好处 叶先生不是修炼吗 此地效果更好 叶辰一正 旋即脸色古怪了起来 他来到床边 五指放在白色的床套之上 果然 一丝丝灵气溢出 如果在床上修炼 效果甚至会事半功倍 看来这杀戮之地的酒店 也根据昆仑虚的一些情况 为修炼者定制了这种房间 叶大哥 那个 要不你就在这里修炼吧 我和姐姐睡旁边 不会打扰你的 其实 因为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还有些后怕 如果叶大哥在旁边 我会好受一些 温诗诗解释道 既然如此 我就坐在旁边修炼 你们安心休息 有我在 不会有人闯入的 这两姐妹一天的时间 险些两次丢了性命 心中胆怯也算正常 听到叶辰的答复 两人长嘘了一口气 下一秒 让叶辰意外的是 温诗诗直接扯掉身上的浴巾 一堆傲然之物直接弹出 更是掀开被子 钻了进去 脸蛋越发红艳 仿佛丝毫不在乎旁边有个男人 而温婷婷同样如此 修长的大腿 以及清冷的毛子 在此刻更像是寒情默默 这是在勾引自己吗 叶辰无奈的摇摇头 这才想起温立峰下午的怪异举动 一切清晰 没想到 温立峰这个老狐狸走之前 还打算用两个女儿 坑一下他这个教官 他甚至感觉有些啼笑皆非 不再多想 叶辰闭上眼眸 继续修炼九天悬崖诀 周身灵气涌动 全都来自床底下的一块悬石 不知道修炼了多久 叶辰感觉身边有些异动 正是温诗师 叶大哥 对 对不起 他虽然想要拿下叶辰 但是刚才熟睡之中 一切行为都是下意识的 此刻他的心脏扑通扑通的 跳得厉害 一旁的姐姐温婷婷 或许也是听到了些什么 迷迷糊糊的对温诗师道 妹妹 别打扰叶先生修炼 啊 嗯 如蚊子般的叫声 叶辰刚想回答 突然外面一声巨响传来 他射向窗外 发现巨响声音的源头 正是洪涛的那座建筑 此刻建筑顶端的那尊虚顶 正绽放着耀眼的红光 我出去一下 叶辰猛地站起 向着后面而去 这座建筑是关于师父唯一的线索 不管什么异象 都可能和师父有关 温诗师见叶辰离开 心中懊悔不已 刚才的机会太好了 他甚至觉得 叶大哥很有可能点头答应 到时候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他从没有想过利用叶大哥 刚才的一切 只不过是一个女孩子 最真实的想法 哪怕没有父亲的交代 他也愿意 一想到刚才的画面 温诗师此刻心脏 都在疯狂地跳动着 酒店外面 当夜晨出来 发现走廊上全都是人 这些人气息不一 但绝对不低于入圣景 这些人看着红涛那建筑上的红色虚顶 眼眸狂热 红丹师居然又突破了 这一次恐怕炼丹之境 跨入无上大道了 还叫什么红丹师 要叫红丹尊 这一次突破 恐怕杀戮之地那位 会更加尊敬他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 现在的红丹尊 炼丹术法强无敌 别说杀戮之地了 就算放眼整个昆仑须也有一些底气 估计昆仑须丹蒙那些家伙 心中懊悔不已 人群议论纷纷 几乎都是惊叹 突然有人道 我想现在最难过的 应该就是医生门的段怀安吧 还有两天就要对决炼丹之术 本来段怀安就和红丹尊不敌 现在看来 两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说不定是碾压 何止念呀 如果我是段怀安 现在立马离开杀戮之地 名声丢了不要紧 但是命丢了可不好了 你开什么玩笑 现在全城封禁了 你觉得那段怀安还有资格离开吗 估计现在正在哪个角落抹眼泪呢 一个当年被盗宗毁掉的废物 真不知道哪里有勇气挑战红丹尊 不自量力 如果我是这种废物 死了算了 有两个入圣境巅峰的修炼者 不断拿叶辰的师傅来贬低 甚至辱骂 话语很是难听 甚至连叶辰师傅的祖先 也辱骂了起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